周末假期提醒大家中午过后外出的话 请你记得带把伞 因为东北急风增强 风面接近关系天气会转变 到了周二低温下探14度 而把握上半天的好天气 很多家长带着小孩来参加新北市的高中补览会 经济不景气 现在就连国中生都好担心 以后工作不好找 因此呢高职人气超夯 气压升险高中 身穿厨师袍胸前还挂着金牌 短短五分钟烤肉串阵阵飘香 这一头大秀烹调技术 另一头端出乐团演奏 新北市高中博览会 简直就像嘉年华 17所高职 鸡压升学高中 人气红肉 兽风 南墙 还有 南清水高中 美学高中 竹林 美术馆 设计 升学不会比较有机会找到工作的问题 我是觉得高职比较有机会 手上满满一碟资料都是高职或技职学校 15岁已经开始担心工作不好找 连做父母的都开始让步 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在学校里面 其实有很多餐厅业者跟五星级的饭店 已经有 就是我们已经在跟这些饭店们合作 一技之长比文凭吃香 不仅性专科学校更受青睐 就拿新北市来说 58所公私立学校 高职技职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102年免试升学比例平均拉高到65% 高职技职就高达75% 我们也发现说这多免试部分 将以经历来讲 至少都蛮不错的一个表现 趁着星期天 爸爸妈妈带小孩搜集资料 但中午过后 季风增强风面报道 开始下雨 一路冷到礼拜五 周二北部低温下探14度 半天好时光 真得好好把握 整天新闻流浪很繁星于S入台北 参谱到